有些老板他就是会给我 去一堆的社交场合 然后我是真的需要这种训练 那他就给我一个任务 他就说你的任务就是 在这四天三夜的研讨会结束之前 去开发十个新的客户 然后到了那边之后呢 拿着我新印好的名片 然后就站在门口 我在门口我真的超害怕的 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进去 我一个人都不认识 然后我也不知道 他们已经一圈一圈的 但这样我从哪里切入 然后我要讲什么话题 过了十秒二十秒三十秒之后 我就觉得算了算了我撤退 回饭店房间之后呢 我就开始查那个大会 有给我们所有宾客名单 所以我找到了五个姨姨去约了 说请问你有没有二十分钟的时间 跟我喝一杯咖啡 顺利约到三位 有一位就是我们相谈圣欢 然后后来他就说 我是什么什么的会长 不然我们三百个会员全都加入好了 整挂都进来 直押诊所帮你一生都精彩 从新鲜到退休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Pola 直押诊所呢 在上一季 我们谈了一系列的 民生消费产业人才白皮书之后呢 在新一季的内容策展 我们来到职场好好学的新系列 第一堂课我们学的就是破冰学 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的来宾 他是美国非盈利组织 Give to Asia 亚太经理张敬仁 Gill来担任今天的来宾 哈喽Gill你好 哈喽104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Gill OK我们请Gill再多介绍一下 您自己好不好 其实我的职业是从运动产业开始 然后那个时候刚开始是在做 在美国做运动行销 在职业棒球队 然后后来回到台湾从事运动经济 然后又到美国的州政府 做国际采购国际贸易 然后后来就到了非盈利组织 台湾的非盈利组织 然后现在是在美国的非盈利组织上班 OK现在在美国的非盈利组织 主要是远距工作的一个模式 那刚刚Gill有提到他的工作经历 其实我们在录音之前也稍微聊一下 哇跟他的大学的背景 其实蛮前然不同的 大学主要是念社会跟俄文系是不是 对 OK那跨到那个运动管理也是蛮特别的 因为我从小就很喜欢看棒球 从小就是球迷 然后那个时候可能跟我同一个年纪的人 都知道两个人叫做 一个叫曹锦辉 一个叫郭洪志 这两位投手 他们那个时候 我记得就是很轰动全台的方式 加入美国的大联盟的体系 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是觉得说 哇他们跟我同届 然后他也是这样子跟我一样在台湾长大的 那他们都可以去追求这么大的舞台 我是不是也可以试试看 所以我就是从小就很喜欢看棒球 然后又看到他们之后 我就觉得那我如果可以到美国 然后可以在美国的职业棒球队里面工作 那可能就是我的梦想 所以因着平常的这个兴趣棒球 然后念了运动管理 那到最后应该说到目前是怎么样转到 非营利组织Give to Asia 那他主要的工作内容是什么呢 Give to Asia是一个在旧金山的非营利组织 然后我们的工作就是在美国澳洲跟香港募款 然后把这些善款捐到亚洲 二十几个国家当地的非营利组织 然后其实主要的工作分两大部分 一部分就是去跟所谓的捐赠者 去跟他们合作 去等于是开发业务 这样请他把钱捐过来 然后另外一部分呢 就是后端的管理 去管理这些钱 看他们是不是有发挥效应 然后他们的影响力在哪里 是不是又符合这些捐赠人 他当初设定的目标 是是 我们特别会问那个Jill的学习 跟他目前的工作历程 你看从运动 运动的运动经济 其实就涉及到很多谈判的项目 然后包括像现在的非营利组织 从前端的募款到后端的运用 而且怎么样运用 那这当中其实都涉及到 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 就是破冰雪的这件事情 那Jill就是 声称自己是很内向的人 很内向 那其实内向的人 可能会碰到一个麻烦事 就是对于破冰这件事情感到害怕 那我想讲的事情是说 其实不只是内向这件事情 有的人很外向 但是他可能会担心 他讲的是不适切的话 特别是对陌生人 就在怎么样突破 第一次见面的尴尬的时候 那通常你都会 怎么样做好准备呢 我觉得分两种情境 一种情境是你有办法 先掌握对方一些背景的状况下 如果有一些资讯 我就会先去做我自己的那个 请搜 就是先上网查一下 对方的工作 他以前 如果有受过访问的那种人的话 那就可能比较 比较多资料可以掌握 那另外一种状况 就是你到一个情境 你完全不知道那边会出现什么人 然后会发生什么事 通常是比如说社交场合 那种一个继位就会 没有人知道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然后你也不知道为什么 大家会在这里 所以就是一种类似随机的交谈 那如果是后者的话呢 我就会准备一些口袋名单 口袋名单 口袋的话题名单 口袋的话题名单 题库就对了 先准备 那这些口袋话题名单 通常就是要 在那个场合下面 大家通常比较好聊的事情 那比如说我去的场合 很多都是商务性质的嘛 大家可能都是在职场上面的上班族 所以我们 然后很多也可能是有一些 国外出差的需求 所以我们就会开始聊 哪边的天气怎么样啊 哪边的空气品质怎么样 哪边的哪个城市的交通很糟糕 这种的 所以像什么食物啊 然后那边的状况 或者是你最惨的出差经验 其实这些都是口袋话题的一种 这口袋话题有没有哪些是 不好在第一次见面就谈的禁忌呢 通常啊 我会觉得 因为每一个人的舒适全不太一样嘛 但是我会尽量避免政治宗教 然后还有个人的生长背景 这种比较私人的问题这样子 因为你可能不知道 对方对于个人的 隐私的保密的程度是如何 对对对 特别在 东方人跟西方人的 这个尺度是不太一样的 对不对 真的 我其实就有看过一些 很 很 那个剑拔弩张的场面 就是因为讨论宗教 那在台湾其实我觉得 相对来讲还好 因为台湾大家 可能对宗教的包容度 可能相对比较高一点 然后或者觉得不同宗教 也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确实是在国外 我记得那个是一个土耳其人 跟一个新加坡人 他们两个在讲宗教的时候 哇塞 那就是一个是 很虔诚的教徒 另外一个是无神论者 不知道谁开始了这个话题 然后现场非常非常的尴尬 所以我就觉得像这种 有可能产生强烈意见的话题 就是尽量不一样 除非是在那个什么募款餐会上面吧 是是是 投机所 对对对 所以你平常会做一些小笔记本吗 还是怎么样 我觉得以我来讲的话 我的笔记本里面写的比较多 是可以改进的地方 譬如说 我上次这样子接话 现场干掉了 我再看看谁 他这样接就很好 然后我就会想说 那我下次也要试试看这样子接 是是是是 所以这个情况是说 您曾经在有一些商务的场合里面 碰到了一些随机 事前没有办法预期的这些名单 所以你在当时曾经发生过什么 让你觉得尴尬的事 你怎么化解吗 尴尬我觉得倒不至于 但是我 因为我是比较高敏感的个性 我就觉得在那边就是 空白个零点五秒 我就觉得很尴尬了 就像五分钟一样 我就觉得说 是不是我讲错话了 或者是我讲话 真的是很难笑 或者是又点到什么 不应该讲的这样子 对我就会回家自己反省 因为有些场合的目的 你就是去认识人嘛 那认识人基本上 他就是交换名片 那个只是 就是建立第一层的联系 之后可能还会有机会 那如果在那种状况之下 其实最主要的目的就是 不要留下换影像 就是你跟人家换完名片 然后下次再约人家出来 人家不会想要拒绝你 这样就好了 那另外的场合 譬如说是在某人的生日party上面 那个没有带目的性的 你只是跟一群人 在同一个空间里面 度过一段时间 那样子的话 你可能就是把自己的设想吧 把它变成说 我今天也不是来取悦大家的 也不是来交多少朋友的 我今天就是来 好好的认识几个人 这样子 我觉得把心态调整成 调整成这样子的话 可能压力就不会那么大 然后在现场发挥 也不会那么帮手帮脚 有没有一些场合啊 比如说大型的国际级的场合 在当时您的公司 或是您的主管 给你什么样的要求目的 说你一定要带什么样的成就回来 目的回来 阶段性的任务 你达成了没有 其实老板常常做这种要求 就是我待过不同的公司啊 有不同的老板都给我这种不同的任务 那有些老板他就是会给我去一堆的社交场合 然后就是说要训练 可是我是真的需要这种训练啊 然后回来他就把我换到的名片 这样一张一张拿起来看 就说这个有用 这个没用 这个有用 这个没用 就是每次会这样检讨 那上一次我记得也有一次是跟另外一个老板 是跟我现在的执行长 我们一起去一个国际研讨会 然后那个国际研讨会是四天三夜 然后大概来了一千多个与会者 七十几个国家来的这样子 那他就给我一个任务 他就说你的任务就是在这四天三夜的研讨会 结束之前去开发十个新的客户 所以我的目的就是这样子嘛 我去之前我就知道说 十个十个 所以我就从台湾印了两盒新名片 我就去 然后到了那边之后呢 你知道国外那种研讨会 一刚开始都会 就是不会直接进入很严肃的议题 就是第一天的 或者是第零天的晚上 都会有一个cocktail party 就是一个鸡尾酒会 那那个鸡尾酒会 我真的印象很深刻 我就是拿着我新印好的名片 然后就站在门口 然后从门口里面望过去 那就是一个很大的宴会厅 然后也没有什么桌子椅子 就是大家就很自然的 围成一小圈一小圈 然后拿着鸡尾酒 拿着小点心 就在那边谈笑聊天 然后我在门口 我真的超害怕的 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进去 我一个人都不认识 然后我也不知道 他们已经一圈一圈的 但这样我从哪里切入 然后我要讲什么话题 总之我就在那边待住了 然后过了十秒 二十秒 三十秒之后 我就觉得算了算了 我撤退 我就回到我的那个 饭店的房间里面 对 然后其实就是那个 那个就是一个 很不好的开始嘛 我就觉得说 我果然不适合这里 对 然后我 好 第一零天已经结束了 我接下来的三天 我要怎么达到十个人这样子 第一天是一张名片都没有 完全没有 而且你会场也不敢踏进去 我完全不敢 我觉得那个地方对我来讲很可怕 真的好可怕 然后后来我是决定回饭店房间之后呢 我就开始查 那个大会有给我们 所有宾客名单 他们有姓名 还有公司 还有职称 我就大概做了一下 请搜 然后把这些人分级 我想说如果我的目的是要达成十个客人的话 我一定要选说 我们的服务对他们来讲是有帮助的嘛 所以我找到了五个 有可能对我的服务有兴趣的人 但是只有五个 我的目标是十个 所以我想说 好了算了算 那就是这五个就五个吧 那我就五个 我就跟他们 在这三天的时间里面 就一一去约了说 请问你有没有二十分钟的时间 跟我喝一杯咖啡这样子 那那个研讨会中间的休息时间都比较长嘛 因为希望让大家可以交流 所以我就顺利都 顺利约到三位 然后呢 三位里面有一位 就是我们相谈圣欢 然后后来他就说 我是什么什么的会长 你的服务真的很不错 要不然我们三百个会员全都加入好了 整挂都进来 对对对 所以我就原本目标是十个人 然后我跟三个人喝咖啡 最后得到了三百个 一百倍耶 一方面是幸运啊 然后另外一方面 其实我 我在收集资料的时候 就有先知道说 他是某个会长 然后这个东西 可能对他们的会员 都是有帮助的 所以我一刚开始 把它纳进那个名单里面 就是因为这层原因 是是 所以其实 Gill虽然觉得自己是内向 可是你对于破冰这件事情 其实你是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你只是对于人跟人的见面 你会觉得有点不自在 但是在准备充分的情况下 透过其他的方式 你其实是可以做到超出预期的表现 对不对 不能说超出预期啦 可能就是 好牵心哦 平安生存 这样子 我觉得 因为对我来讲 每一个见到陌生人的场合 尤其是一次人很多那种场合 对我来讲就是很恐怖 很像你就是要就是带着钢柜拿着枪上战场 那种感觉 枪林弹雨的状况 对 那对我来讲 其实最大的 最大的希望就是 我如果可以平安生还 我就成功 阿弥陀佛这样子 对对对 那有些外向者 他们可能就是看到人 他可以很自然的想出一些话题 然后那个是很直觉 很本能的 所以你去问他说 你怎么这么会跟人家聊天 你可不可以教我两招 他反正不知道怎么说 他不会教啊 对对对 就是他就觉得说 这很自然吗 然后或者是你要 你要我把它分解成 第一步第二步到第五步 我还真的不知道 那以我们这种内向者来讲 就这些一切都要经过 缜密的规划跟训练 我要先讲 想说 大概几点要到那边 到那边之后 我要先做什么事情 然后做完什么事情 我要找什么样子的对象 然后到 找到什么对象之后 我可能有三个可能的话题 可以拿出来这样子 哦 所以Gio他是有设计过好的 对不对 一定要 不然我真的会 没有办法生还 所以像刚刚举例啊 那个你说那个研讨会 有一千多人参加 七十几国的 当时你还没有设计好 你第一步第二步嘛 对不对 所以你才会到现场上去 会觉得说 哇 是要足无措 对 因为我没有 没有经验 就是那边 我后来发现很多人 他们都是每一年都去参加 类似的会议 就是他们都已经 非常的熟人了 那因为我是第一次 我执行长带我去 所以 然后他也没有跟我讲说 当天会是什么状况 我看到的只有 网站上面的资讯而已 所以我不知道那些来的是 什么样子的人 然后 其他背景资讯也相对有限 所以 第一天 就是有点像是 一个很大的冲击 我就觉得 啊原来是这样 然后啊原来我要在 这群人里面开发客户 是是是 那可不可以再举一个例子啊 就是 呃经过你 你大概知道自己的 呃强势跟弱势的地方之后 举一个例子 你后来面对这种情境 你会怎么样设计 一二三四步 哦 第一步一定会是 去问主办单位说 可不可以告诉我说 有哪些人会参加 嗯 那有些主办单位 他手上有名单 那他就会 愿意分享 那有些主办单位 就觉得说 哦我们这边也没有报名 反正就大家自由来去 那我这样就可以 第一步就是主要把 呃这个场合分成两类嘛 一类是我可以先 先勤收的 一类是我不行的 那 呃可以勤收的话 其实两类都一样 主要是插在那个话题的准备 但是如果把话题准备 呃先拿开的话 我就会想说 诶那边是什么样子的场地 嗯 什么样子的场合 那我应该要穿 什么样子的衣服 嗯 然后几点到那边 比如说他会说 嗯 六点半进场 七点开始 的话 我自己的习惯是会早一点到那边去 你会在六点半之前 比如六点二十这样子哦 没有就六点半 因为六点 六点半进场 七点开始 大家通常都是六点五十 是是是 或者是六点五十五才到 然后我就会六点半先到 就是不会造成主办单位的困扰 可是又可以先到那边去观察我的逃生路线 所以我的逃生路线呢 就是譬如说啦 你如果一个宴会在一个饭店里面 他可能会有不同的出入口嘛 然后出入我就会看说哪个出入口在哪里 然后厕所在哪里 如果我要去躲到厕所里面的话 那边比较方便 然后先先看一下就是当天的动线会是怎么样 你如果有座位的话 看坐哪里比较隐秘 然后如果没有座位的话 看哪里比较角落 我就是会去挑那种对自己来讲比较安全的地方 然后等人慢慢进来 我觉得找到的好处就是说 因为你已经在那边了嘛 所以等人慢慢进来 你就可以开始三三两两跟人家聊天 而不是大家都已经聊成一圈之后 后进 对你进去然后要插入就比较难 对所以我自己的准备大概就是分这几部分 然后我还有一个 最后如果真的不行的话 我的招就是 如果你在那边真的是手足无措 然后真的也不知道做什么 也不知道跟谁讲话 真的什么事情都没有办法进行的时候 我的小绝招就是我去问主办单位说 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这样子哦 对就是不管是投影机调整一下 或者是桌子椅子饮料什么的 有些人会觉得说 我是客人 我来这边我不想做这些事情 有失我的身份 是是 那可是我就觉得说反正 我也没有办法跟人家聊天 然后我在这边也是手足无措 然后我就想找点事情做 然后我又很喜欢去帮忙人家 所以我就会通常就去问说 那你们辛苦了 有没有什么 比如说签到 我可以帮忙找名字 或者是投影机 如果弄不好 我帮忙瞧一下 然后会有什么帮忙 或者是啊 如果哪个设备出问题 我去 我去叫饭店的人来好了 OKOK 就是帮自己找事做就是了 然后大多数的人 如果碰到这种情况啊 通常可能划手机 然后再不然就是 看那个大会手册 然后再不然就是找 周围邻近 坐在附近的左右邻居 开始聊一下今天的状态 对不对 对啊 我觉得找左右邻居 其实是蛮好的一个开始的方式 因为至少你就是有个对象嘛 但是划手机我就觉得 不建议 是以我自己的经验来看 因为我如果在一个场合里面 看到有人在划手机 我就会直觉的 觉得说他应该是有事情在忙 就是他就是会散发一种 生人无尽的那种气场 反而觉得说反正我在看手机 然后我就会不敢过去跟他聊天 所以啊 就是如果你在这种场合里面 不知道要干嘛的时候 划手机反而会让别人 想跟你亲近的时候 不好意思亲近 所以这个时候可能会距离更远 那我倒是觉得说 在这种场合 其实有时候真的划手机 会觉得有点失礼啦 你知道吗 就是会觉得如果你划手机 那你 你如果不是真的是你很忙的话 你不忙 然后在那边划手机 我觉得这是浪费了你来参加 那个活动的意义 所以他其实应该要想办法 可能像具有提到的 我就算去帮主办单位 或问他们需要什么协助 我觉得都好 就是想办法让自己能够 融入在那样子陌生的环境 其实久了你大概就习惯了 对我觉得Paul刚刚讲到一个关键字 就是来这个场合的意义 在哪里 我觉得其实啊 我会建议大家 尤其是像我这种很排斥 那个社交场合的人 我们真的在每次参加社交场合之前 都可以先问一下自己这个问题 就是说我今天来这边的意义 到底在哪里 那为什么我要去 当然有时候是 比如说主管叫你去 然后有的时候是想要去认识一些人 有时候是想要去跟人家换名片 然后有时候你是觉得 哦我想要练习 在这样子的场合里面的 谈天的技巧 其实都可以 可是最重要的就是 你要知道你今天为什么去 那如果今天只是老板叫我去 然后没有目的的 那我就去 然后去到那边 你可能就会觉得说很无聊 也不认识什么人 然后我本身也不想来 所以就是到最后就变成说 好啦我要一直在看时间 就想说 哦好再三十分钟就走 再三十分钟就走这样子 对我觉得这种其实是 比较可惜的状况 就是会有点浪费你自己的精力 也浪费那次机会 是是是 对所以我觉得 我常常在跟内向者的朋友们分享 就是说 如果老板叫你去一个场合 你不要觉得说 老板只是希望你出现在那边 我们要去想想看 老板到底是要我们去干嘛 是是 那这样子的话 会把那个场合 跟你花这么多时间精力 去在那边 很纠结的 然后很痛苦的 做这些事情 带出一个价值出来 那如果说 你完全不知道 你就是一个人行立牌 去到那边 然后就跟 就是拍个照 跟老板说 哎我有去了 这样子的话 那我倒觉得 就是拍个照 跟老板说 我有去了 然后就可以删 真的 那我们针对这个 内向者啊 在他 鼓起勇气 破冰之后 其实他们如果认真的 或者是说 给自己一些 好好的设计跟训练 还是可以妥善的做 好像是行销啊 业务啊 或是公关的这种职务 对不对 所以其实这些职务 其实我们乍看之下 好像是需要一些 比较外显 外向的这个人格特质 但其实也不一定 对不对 嗯 其实 在我原本的认知里面 那一定是要经过很多努力 然后我发现他们 真的就是 做到同一件事情 就是去掌握自己的优点 嗯 就是怎么说 比如说你在开发业务的时候 通常外向者就可以 很快地跟人家建立关系 嗯 然后就是三秒熟 然后大家就觉得说 哦 这个人真的好强 很好相处 所以我信任他 嗯 那内向者的业务 他通常就知道 自己就不是走这种路线的 嗯 所以他会用其他的方法 比较符合自己个性的方法 来做到建立信任这件事情 是是 那这些很厉害的业务的前辈们 他们就会跟我说 嗯 他们觉得内向者 在开发业务的时候 有几个优势 第一个就是 他们会做很仔细的 survey research 就是针对客户需求 然后第二个呢 他们的倾听能力很强 一些自理行间的言外之意 或者是那个时候 讲到什么东西的时候 那客户的表情 出现什么变化 或者是他感觉 那个客户怎么样 这种都会变成 他收集资讯的一个方式 是是 然后在充足的资讯 加上充足的准备跟 呃 调研之后 其实提出来的方案呢 通常就会让客户的 满意度比较高 嗯 所以 这些前辈们 他们跟我说 其实内向者真的是 真的也是很适合做业务 那当然那个方式 可能不像 天女散化 或滥枪打鸟 那种方式 而是针对 呃 精准的目标 然后去 长久的经营关系 所以接着我们就想问的是说 呃 在职场上的食物表现啊 我们会有 好多种场合 它是 快速 无法预期的 像在 茶水间啊 化妆室啊 或是 电梯里面啊 或是我待会 要跟一群同事 但我不知道是谁 一起去外访客户 但我们可能会 同车 或是有短暂 三十分钟的同行 像这一类型 它是时间比较短的 甚至短到只有 三十秒钟 十秒钟 好 或者是稍微长一点 三十分钟 这个部分的 具有会 怎么准备 好 然后你会在那个场合 说什么 还是干脆就 我们就 微笑 其实这样就OK了 那第二个场合是 我可以有提前 好几天的准备时间 像是单独上台简报 或是主持大型会议 这种场合是可以 怎么样破冰 我们来分两种 类型来讲好了 我先从第一种 类型开始好了 因为第一种类型 其实也分好几种 小 小情境 对对对 以我自己来讲的话 我是不会在 那个化妆室里面 说什么 因为我觉得大家就是 专心化妆 洗手间就好了 化妆室就是快进快出的地方 你在化妆室里面 真的聊什么 好像也怪怪的 而且重点是 你不知道其他房间 其他的化妆室 有没有人 对对真的 那我觉得可能 比较可以聊一些事情的 是在茶水间 茶水间 那以我来讲的话 如果在茶水间碰到 我觉得那是一个 很好的机会 可以互相交流 不同团队之间的状况 比如说不同的部门 如果同时 处理一个专案的话 你就可以在 到咖啡的时候 可以问一下说 那个客户 昨天有打给你吗 然后他最近 他就是我刚收到他一封 email怎么样怎么样 你们那边 有没有什么反应 之类的 就可以大概对一下状况 这是不同团队之间 那如果碰到主管的话 我通常就会跟主管 聊一些比较轻松的话题 就是不管是 比如说 老板你喜欢喝乌龙 那我怎么前阵子去哪里 那边的乌龙茶 听说不错 这样子 对因为我觉得 老板他在公司里面 其实算是一个很孤独 而且有 不知道这样讲 对不对 因为我没有当过老板 但我觉得主管 或是老板 可能都是相对孤独 而比较辛苦的角色 很多事情 他没有办法跟人家讲 那在这么大压力的 工作情况之下 在从茶水间碰到 然后我觉得可能 可以跟他讲一些 比较软性的话题 然后就是也帮助他 抒压一下这样子 那如果在电梯里面 因为电梯里面 会是比较可能 那个十几秒 三十秒 是啊 的时间嘛 除非你在101上班 我以前常碰到的状况 是上班的时候 或者是下班的时候 我会跟同事 同一台电梯 那那个时候就是看 比如说那天礼拜几嘛 比如说礼拜一的话 你就可以问一下 周末去了哪里啊 哦 是是 如果礼拜五的话 就会问说 啊你这个时间才走 会不会很塞啊 对就是可以想一些 跟当下的情境有关的 但是其实也不用太 压力太大 因为再怎么样 也是三十秒 而已嘛 对 那如果是在 比如说同车 比如说我们要一起 出去见某个客户 一起要做简报 这种场合的话 我通常是会利用 在车上的时间 就是大概在 讨论一下 等一下我们要 做什么分工 然后我们的策略是怎么样 然后 呃我们要怎么进行 跟那个客户的会议 那如果说这些都已经讨论完 然后还有一些 那个时间还没花完的话 我就会 我就会说 哦好 那不然 我再看一下资料 这样子大家就知道说 哦你现在 就是不方便讲话的状态 或者是邀请说 那我们 我们大家再把资料 最后再看一次 这样 就是大家都会一起看资料 是是是是 所以在这种 比较短暂的 这个时间里面啊 那个 茶水间刚刚就有提到 就是希望用比较轻松的方式 我觉得这个也让 职场上比较剑拔弩张 或比较严肃的话题 可以在 茶水间变得稍微 比较柔软一点 除了 嗯 我们我们讲 其实破冰 不全然是针对陌生人 其实有时候 熟视的同事朋友之间 也许你们在工作上面 有一些冲突 其实那也是结冰了 但是刚好如果碰到 茶水间的时候 稍微缓和一点 用比较柔性的方式 这也是某一种 破冰学 我觉得这个也 蛮好用的 那他刚刚提到 就是电梯 那电梯其实情境 也分很多种 是你们两位单独呢 还是有好多人 好多人的情况 其实相对简单 就是大家就是 嗯 不要太多多话 因为你知道 就是疫情之后 其实在电梯礼仪 其实安静 已经是一种 呃 比较好的一个方式 那如果是一对一 那有些更积极一点的人 他们就会这个时候 把口袋话题 或是把自己的 业务表现 呃 有特别重要的 在那个时候 跟对方直接说 如果他是 大老板的话 他可能在这个时候 会有一些 意想不到的 这个对你的印象深刻 这是一个 那如果是说 呃 跟主管或部署 一起供出访客的时候 这个时候 也可以先了解一下 对方的习性 因为如果 呃 我们下一场的 这个会议是很重要的时候 可能他需要 呃 稍微安静下来 好好去思考一下 待会要怎么进行 那如果他 通常已经准备好了 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在 同行 呃 即将抵达之前的 那个短暂的 呃 片刻 可以彼此讨论一下 待会要怎么进行 也就是进行 沙盘推演 所以其实在 各个不同的 呃 情境当中 我们可以 寄出 不同的这个 破冰学 那如果是 呃 单独上台简报 一开始的时候 要怎么样破冰 让全场的 观众可以 注意到我 可以听我讲话 好 还有就是 当我要主持 大型会议的时候 我会怎么做 这两个好像 有一些不同的差别 对不对 对 其实两个 我都有 那个去请教人家过 那简报这方面 我的老师是 王永福老师 嗯 然后我上了他的 专业简报里 是是 然后他在里面 就有讲到说 其实你开场 就是有几种方法 就是呃 自我介绍 然后还有提问法 嗯 嗯 或者是拘收法 是是 然后去一直问说 其实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 最重要 就是 其实发生在 简报之前 你要一直问自己说 来的人是谁 他们想要 从我这边 得到什么 那他们的 注意力有多少 嗯 比如说 我今天简报的对象 如果是一个 人质的主管的话 我去跟他讲那种 三千块 五千块的预算 你 就是他可能会觉得 太细节了 我就五分钟 嗯 然后他需要知道 是大方向的 是是 对所以我觉得 呃 简报是这样子啊 就是 因为它是一种 非常浓缩 而密集的沟通 所以在 你如果知道说 你的时间只有五分钟 或三十分钟的话 你要去想一想 这五分钟 或三十分钟 怎么样把你 所 想要传达的 最强力的讯息 全都放进去 嗯 然后要有 怎么样子的节奏 好 所以回到刚刚 一刚开始 通常就是自我介绍嘛 说我为什么 在这里 为什么是我在讲 这件事情 嗯 然后跟观众 有一些基本的互动 比如说提问啊 举手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 蛮好的破冰 就是以简报来说 嗯 那以主持一个大型的会议来说 其实我也有去问过 教主持的老师 他就说 其实啊 你们都搞错了 重点真的不是主持人 重点是 那个会议的流程 跟所有上台讲的人 嗯 很多新手 像我们 或像我们这种经验 比较不足的主持人 都会觉得说 哦 我要把整个场面搞嗨 或者是希望大家就是 很投入这样子 但是他就特别提醒我 就说其实主持人的重点 其实是在于 让整个会议 可以流畅的完成 嗯 最好的主持人 就是让人家 不要注意到 你这个人 是怎么样子的人 哦 嗯 让别人没有感觉到 他的存在的主持人 已经顺到 你就觉得说 哦 对 这个主持人 就是串场 把整个都弄得很顺 然后你一整天的会议下来 你就会觉得说 哎 主持人是谁 好像没有什么印象 可是我觉得这场会议很棒 是是是 那个呃 你会事前 不管是单独上来简报 或是主持大型会议 你一定会先 就有一定会先 呃 练习预言嘛 对不对 像有的人 就是认真努力到 他在几分几秒 要讲什么样的笑话 或什么什么 或什么样的案例 或什么样的故事 这些东西 他都可以事先准备 所以在一开始的破冰 你要让观众 listen to me的时候 你这个时候 你觉得哪一招是 最有效的 我最喜欢的一个方式 是讲故事 哦 就是不管是讲自己的故事 或工作上遇到的故事 或者是周边呃 发生的事情 就是跟那个简报 或跟那个场合 嗯 有关的 嗯 我记得有一次的简报 我是要做募款 然后我第一个 就是先讲说 哇今天风雨很大 然后大家家里都还好吗 然后我就开始讲说 哦 我之前去到台东那边 看到他们那边的状况 秀出一张照片说 大家知道我之前看到的 呃台东的上学状况 是怎么样吗 然后那个照片一出来 就是哇 都是那个泥宁啊 然后没有路啊 然后他们还有些地方 是断掉的 需要自己搭木板桥 那种 对 然后我自己是比较喜欢 这种用故事的开场 嗯 因为嗯 怎么说 我自己是喜欢听故事的人 嗯 然后我也觉得 故事的影响力 可能比那种 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 那种那种教条式的讲法 呃会让人家印象深刻 所以我会 我我自己是喜欢 不只是在开场的时候 在简报的中间 也会夹杂很多故事 嗯 所以我们真的随时都要 把自己生活的那个感知 都能够存在心里头 因为你不知道 你什么时候会用伤 对不对 对 还有另外一种破冰的方式啊 示弱这件事情 是不是一个好的方式 因为大部分的人 是不示弱的 哦 我怎么可以让 一开始就别人觉得 我气势输了 但是我在 呃一开始 我可以很坦白说 其实我这个部分 是不擅长的 我反而降低了 对方对我的敌意 跟用极高标准的方式 来检视我 这个时候可能也会让 我的心理压力 稍微呃 呃减僵一些 这是一个好的方式吗 嗯 我自己是不会特别说 我是很内向的人 因为我出去就是讲 内向的主题 大家还没看到 我之前就知道 今天是一个 很内向的人来讲 是是 那我也曾经问过 我的简报教练 然后其实他们的建议是说 不要特别讲自己 不好的部分 尤其是在一开场 就是有很多人会 一开场就说 不好意思 我今天感冒声音不好 然后或者是说 啊 我那个受伤 他脚就打着石膏嘛 就是我受伤了 就是呃 我们今天可能状况比较不好 这样子 请大家包含 嗯 那你比如说 感冒声音不好 或者是脚上就打着一个石膏 大家就看得出来 看得到 听得到 你今天不是完美的状况出现 是是是 那此刻呢 你也不用特别说什么 其实最主要的还是 focus在你的 简报的本身 然后把它 以你 所能做的 最好的方式 把它全部的 完整的完成 嗯 那这样子 反而那个反差 就会出来 ok ok 就是在可视 可听的时候 已经不需要再多说 直接切入正题 让别人减少 就是那种 下车单 浪费时间的 那个 反而会有不良的 负面效应 那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啊 我们想请 具有能够 呃 举自己的 一个故事 或是一段经历 为什么你觉得 安静是一种超能力呢 用这个方式 其实职场上 也可以好好的破冰 而且不但破冰 呃 突破了 突围了第一次 见面的尴尬 其实这个关系 还是很能够 细水长流的 以我的例子来讲 因为内向者 我们的能量 非常的有限 我们没有办法 跟人做太多的互动 所以只要每一次 有呃 上台的机会 或者跟人家 讲的机会 对我来讲 就是一个 很很需要掌握的 嗯 那 安静是种超能力 这这句话怎么说呢 我记得有一次 那就是 也是一个简报的场合 然后是一个简报的比赛 然后我花了非常多的时间 然后胃痛了很久 去准备那个比赛 然后后来我呃得到 很幸运得到第一名 然后那个影片被拍下来 那是一个募款的简报 影片被拍下来之后 呃 被呃 我的教练帮我 就上到YouTube 去给大家看这样子 简报只有七分钟 嗯 但是后来 透过不同的管道发酵 比如说教练分享 然后同学分享 然后又上到YouTube 被人家分享 呃 我还记得 简报比赛三天以后 就有美国的人哦 就联络到我 就说 欸 我要捐款 我想说 你怎么知道的 他就说 哦 我看到YouTube 他就是在 很多美国的社群里面 他们透过他们自己的管道 其实都在流传这个影片 嗯 所以我那个时候 第一次 觉得说 其实我不用一次 去对很多很多人 讲话 也不用讲得太慷慨 激扬什么的 我只要把我想讲的话 好好的用心的讲出来 嗯 然后其他的部分呢 可以透过一些 不管是社群啊 或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其实就可以达到 一样的 我们说 业务开发也好 或者是 认识新客户也好 可以达到 这样子的目的 嗯 对 其实这边 具有想鼓励大家的是说 其实人一定会 呃 怕犯错 然后不敢说话 或者是呃 不敢跟陌生人交谈 会怕对方觉得 呃 对自己的印象不好 那 其实 这个时候呢 只要 做足了功课 有充分的准备 其实 内向也是一种风格 不见得人跟人之间的破冰 都非得要舌灿莲花不可 对不对 嗯 好 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啊 就是破冰学 非常谢谢 具有来担任今天的来宾 谢谢您 谢谢 拜拜 谢谢 拜拜 如果您喜欢今天的内容 请给我们五颗星 并且留下好评 假如有更多的问题 欢迎到质押诊所的网站来发问 特别想听什么主题 请点击节目资讯栏的连结 投稿给我们 也邀请您订阅追踪 掌握最新的内容 我们下次见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